很多人都爱吃什么麻辣小龙虾 蒜蓉小龙虾 清蒸小龙虾 唐大叔今天教你这道 重口味的麻辣小龙虾 你看啊 灯灯灯灯 你看 活的啊 那么龙虾回来之后呢 大家记着啊 千万别让这个夹到你啊 这钱呢其实也很厉害 哎呦哎呦你看 大家呢 我们把它买回来之后呢 用这牙刷啊 或者小毛刷 它刷的这种颜色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 大家看到啊 我们把这尾部啊 最当中这个啊 用手摁住了 然后把它拧一下 虾线你就出来了啊 这虾线很脏的 也可以直接用手 这么拧它这个尾部 它又再出来了啊 每个都要这么操作 我们掐龙虾先记着 一定掐在头部这儿 吃小龙虾很美味 但是千万别让小龙虾 把你吃的啊 你看这龙虾啊 哎处理好了 我们这时候就开始做了 油量稍微要多一点啊 因为我们这龙虾啊 在家里的啊 把它半煎半炸 你看这油温啊 烧到大概六成热的时候 我们开始把这个小龙虾啊 半煎半炸 为了保证安全 我们一定要把锅盖放在这儿啊 怕它油溅出来 大家看啊 来 迅速地盖上锅盖 好了 你看大概这么闷上个三十秒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锅盖拿开了 颜色呢 都完全变红 然后呢 你看都已经 整个龙虾啊 头尾已经对折上了 我们把它捞出来 锅内的油啊 不要倒掉 姜 蒜 葱啊 要亮大一点 哎 姜片放进来 整个蒜切一半啊 放进来 我们慢慢地给它炸香 这个姜啊 和蒜啊 略略激黄色的时候呢 哎 我们放入这个切好的葱段 继续给它炸香啊 大家看啊 这个整个葱姜蒜的颜色啊 慢慢地变成这种淡黄色表面啊 香气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放入花椒 这花椒是大红袍啊 我们来两勺 这个青的花椒 来两勺 然后给它炒香 把搅好的干辣段放入锅内 继续炒香 这个香味啊 都炒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放入豆瓣酱 这香味出来之后呢 我们放入这个火花里亮啊 来 继续炒香 然后再放入刚才已经煎炸好的龙虾 这让我们烹入料酒 适量的生抽 因为我们的豆瓣酱啊 和这个火花里的咸味已经够了啊 再加生抽的咸味 所以就不要加盐了 这让我们加入开水 来一勺白糖 来一勺鸡粉 好了 加盖呢 大火啊 收汁两分钟可以了 好了 您看啊 我们两分钟到了 打开锅盖呢 我们把这个香菜啊 还有尖椒啊 放进来 继续把汁收干啊 大火收干就可以了 一道麻辣啊 鲜香的麻辣小龙虾 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有食欲啊 如果您喜欢 请给唐大厨点个赞 当然了 还继续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 然后把它上解决 来 吃 王 诱